他就跟皇上回了 他说起作活主万岁 咱们这宫里御膳房啊 要想添加素片汤这么一个吃食啊 我算了算 咱们省着花 别浪费 咱们得需要啊 六万两银子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 咱们接着说 这清代最大的贪腐机构 内务府 这内务府究竟有多贪啊 从这清朝留下的一句谚语啊 您就能听得出来 这句流行在清代官场的谚语啊 是这么说的 内务贪太守肥 三千太监三千贼 关于这太守肥啊 咱们在前边那个讲雍正朝新政的时候 咱们提到过 三千太监三千贼 这个啊 咱们过一阵子再讲 今儿啊 咱们还是得说这内务府 昨儿咱们讲到啊 这内务府是如何有钱 这内务府一有钱 内务府的官就好干了 不但是差事好当啊 而且这里边的油水巨大 这内务府的官员究竟有多贪呢 咱们呀 先看看正史是怎么说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啊 藏着一本周德润的奏折 这周德润呢 那肯定是当年的御史 这奏折里就说了 这内务府啊 还别说一二把手了 就是普通的唐官 婚丧嫁娶 所用的宴会 衣着 马车 极其奢华呀 京城里的富豪啊 都没见过 并且呢 这帮人啊 一旦啊 被开拆 或者是卸任回元级的时候 每每都加资啊 有十万到百万不等 这第二份资料啊 还是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也是一份参奏内务府官员的奏折 这次参奏的 是内务府营造司柴探库的笔贴士 这个人呢 叫刘鹏玲 他不但自己在内务府供职 他们这弟兄几个呀 几乎就把这内务府营造司的权力霸占了 这帮人呢 就在内务府营造司啊 贪污了大量的捆项 据这个检举人查时 这刘鹏玲这哥几个呀 贪污了内务府的钱以后呢 就在这京西黑塔村 购买了大片的房产土地 在内务府上班的时候啊 他们是一群奴才 可是回到家里啊 却过着豪奢的生活 这兄弟几个呀 贪财敛财的手段啊 无所不用其极 造办处的工程款啊 是大头 这项贪污啊 他们肯定是不会放过 并且呢 小钱他们也不落下呀 他们竟然啊 苛扣了120名工人的伙食补贴 导致这帮工人啊 每天饿着肚子上班 我查了查啊 这奏折的原文上写的是 几至萧府当差 这萧府当差呀 就是没吃饭 还得干活的意思 您看了吗 这帮孙子这吃相啊 简直是太难看了 这些呀都是证实 宫中的密文传说笔记也有 关于宫廷的野史笔记里啊 也有记载 这呀可就算是野史了 您比如说呀 这宫女谈网路 还有这老太监的回忆 在这些访谈笔记里啊 都提及过内务府 甚至说呀 这内务府在贪腐这方面啊 那是有恃无恐 都达到了欺君的地步 这两年呢 关于清代内务府的故事啊 有不少人讲 所以这些故事呢 大伙也可能都听说过 您比如说这光绪皇帝吃鸡蛋的故事吧 这光绪皇帝啊 平时就爱吃鸡蛋 每天啊 不管是这煎的炸的炒的煮的 得吃个十几个 于是有一天呢 这小皇上啊 就跟这个自己的老师翁童和就说了 说翁师傅 您看呢 我就爱吃这鸡蛋 可是呢 这鸡蛋实在是太贵了 您平时吃得起鸡蛋吗 这翁童和是谁啊 是光绪同志两个人的老师 做了两朝帝师的翁童和 他能不明白这里点猫腻吗 哎 这翁的人呢 他回答的很巧妙 他跟这皇上说啊 说皇上 您吃那鸡蛋啊 跟臣吃的鸡蛋 可是不一样 您吃这个 是精挑细选的鸡 那生出来的 自然是万里挑一的蛋 而我们吃的呀 都是那种 在分堆上刨吃 土鸡下出来的土鸡蛋 就这样啊 这种鸡蛋 我们也是吃不起 像您说那种金贵的鸡蛋呢 我们也就是啊 过年过节过生日 拿出来啊 白白放放 冲冲门面而已 光绪听了就叹气啊 说哎 这鸡蛋 它怎么这么贵啊 实际上呢 这光绪年鸡蛋多少钱啊 按当时的物价呀 这一枚鸡蛋 三个大子儿 可您知道 这内务府跟光绪皇帝说 这一枚鸡蛋多少钱吗 二十六两银子一个 当时啊 这大子儿跟银子兑换率啊 是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个大子儿 实际上呢 内务府的这种贪腐啊 完全是利用了 这他们与皇帝之间的消息不对称 这皇二老爷子呀 他身居进宫之内 所以说你告诉他 这鸡蛋是二十六两银子一个 他也没有什么概念 您想光绪爷 这还算是有心的皇帝 还觉得自己啊 一天吃这么多鸡蛋啊 是不是太贵了 你要换个没心没肺的 您比如说那同志 二十六就二十六 你三十六 只要能买得起 咱们就吃 您看这光绪皇帝吃鸡蛋这事儿啊 他们是利用了皇帝对市场不了解 那要是遇到一个了解行情的皇帝 是不是这内务府就没办法了呢 我跟您交个底啊 照样糊弄皇上 这道光皇帝啊 是个勤俭的皇帝 并且呢 他可不像这个光绪那样啊 您就说光绪吧 他自小就是皇帝 关在宫里啊 没见过什么世面 您别说呀 您告诉他这一枚鸡蛋啊 二十六两 您就告诉他四十七两 他也信 可是呢 这道光皇帝可不一样 道光皇帝啊 是皇子出身 成年以后啊 通过清朝的秘密立储制度啊 才被立为的皇帝 这也使得这道光皇帝啊 更加的体察和了解民情 所以啊 才造就了这道光皇帝登基以后 勤俭节约的性格 这道光皇帝在前底做皇子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比较节约的人 其实啊 这宫里吃饭呢 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复杂 比起咱们民间的大一巴老百姓来说呀 那好像还简单了一点 您比如说吧 咱们都是一天三顿饭 可是宫里不一样啊 宫里一天只开两顿饭 第一顿饭啊 是早朝以后 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左右吃 第二顿饭呢 是下午的四点钟左右吃 这种饮食习惯呢 咱们不用菜也能知道 这是清朝皇帝啊 法祖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说呀 当年满族的祖先在白山黑水之间呢 也是按照这种习惯进餐的 那无非就是早晨出去干活吃一顿 回来之后啊 再吃一顿 这满族的先祖嘛 遵循这个时间点进餐的 那是有原因的 那肯定是因为啊 粮食不足 那么这后世的皇帝访孝呢 那就是不忘初心了 那么这养尊处优的皇上娘娘老太后 她受得了吗 哎没关系啊 这早晨起来呀 喝一点奶子呀 吃一点波波 到了晚上呢 如果饿了呀 还可以喝点茶 配一点宫廷点心什么的 可是据说 这道光皇帝在前邸的时候啊 每天晚上就不让膳房再做点心了 他呀就叫这个身边的太监 出到这个自个的王府外边啊 去买烧饼去 咱们北方人啊 都知道烧饼这种东西 在夏天呢 放时间长了发皮 冬天呢 放时间长了发梗 这烧饼铺呢 他官不能开在王府门口不是啊 这太监买回来的烧饼啊 已然都凉了 再放到晚上 王爷饿了的时候再吃啊 那我们可想而知 这味道和口感啊 那食不怎么样了 已经 从这一点啊 就能看出 这道光皇帝啊 他确实是个勤俭的人 说 有这么一天 这道光皇帝 已然是登基做了大宝了 有一天呢 他坐在这宫里啊 他就觉着啊 这御膳房做的饭啊 他着实的没有味道 突然呢 他灵光一现 他就想起来了 在前邸的时候啊 有一天 和这奴才出去玩去 在前门大吃烂啊 看见一个切面铺 正好啊 这肚子饿了 于是呢 就进了这切面铺啊 要了一碗素片汤 嘿 好吃啊 不昏不由啊 他还扛时候 于是呢 这道光皇帝啊 就把这内务府 转管这御膳房的人 叫到了跟前 就问他了 说爱卿 你知道什么叫素片汤吗 这大臣说 臣知道啊 怎么着 皇上您想吃素片汤了吗 这道光皇帝点点头说 嗯 然也 呃 你算算 咱们宫里啊 是不是把这道素片汤添上 以后呢 这一早一晚的 朕呢 也好 用它打打尖煎什么的 这大臣一听啊 说 没问题皇上 那我回去啊 咱们算算 做这个素片汤啊 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需要多少成本 皇上说 你算去吧 哎 你要说这办事效率啊 这宫里啊 还真算是快的 转过天来的下午啊 这个内务府的堂官啊 就给皇上回话来了 他就跟皇上回了 他说 起作活主万岁 咱们这宫里御膳房啊 要想添加素片汤 这么一个吃食啊 我算了算 咱们省着花 别浪费 咱们得需要啊 六万两银子 大光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多少 这大臣不紧不慢的说呀 皇上 需要六万两银子 这个道光 这个气呀 为什么呀 因为在前班大师辣啊 他当年啊 喝了一碗素片汤啊 他一共啊 就花了十的煤 也就是说呀 只用了十个 道光小钱 好家伙 这内务府一爆账 那可就是六万两 白花花的雪花银呢 皇上立刻就说了 呸 是你疯了 还是你觉得我疯了 我还别不告诉你 前两年啊 朕亲自在大师那儿 喝过一碗素片汤 才花了十的煤 你们今儿内务府 跟我要六万银子 你们什么意思啊 今儿啊 你给我说说 这六万银子都花在哪儿 你要说的清楚啊 还泽罢了 你要说不清楚啊 你们他娘子这一干人等啊 那全有瓜落 等着你们呢 听了皇上这番话呀 要是换了别人呢 那早下滩了 大小便失禁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位内务府的唐官啊 不慌不忙 向上接着饼奏 他说 皇上您别急啊 您听我慢慢说呀 首先说呀 这不是正餐 这是早晚啊 您想添那一道点心 咱们这预膳房啊 既没闲房也没闲躁 所以说呀 咱们得在您这预膳房边上啊 再单盖出三间房来 奴才我呀 早就查房过了 做这素面片汤啊 得用大火 得用旺火 所以说呢 咱们京城这打炕啊 盘灶的师父都不灵 咱们得去那西安 请那盘灶最好的灶刘 来盘这口灶 这刘师父盘出来的灶啊 据说这火苗子能冒到三尺 然后啊 咱们还得打造一批 专门给您做这个素面片汤的架势 锅铲 照理大马勺 这些呀都得用纯银来打制 这宫里呀 内务府准备的都是精巧的瓷器 没有装素面片汤的大碗 还得让这井子镇观灶窑 专门定烧这吃面片汤的碗 房谷单色碗三桌 青花又里红三桌 坟材 法郎材 各三桌 每种大碗呢 还得备出十只 以防啊 菜了 补齐用 咱们普及一下啊 这一桌碗是几个呀 这一桌碗呀 是二十四个 可是咱们民间老百姓啊 要是买一桌碗呢 那是二十五个 因为呀 得有一个是补齐用 说到这儿啊 这内务府的这位堂官啊 意犹未尽 到光皇帝一看啊 他呀 好像还有那么十几二十样的账啊 没报出来 于是这皇上说 停 滚 滚 有多远 滚多远 您瞧了吗 这内务府挣皇上的钱呢 他不管是明了暗里 他是都敢挣啊 那您说 这帮孙子他怎么 就是这么的有恃无恐呢 今儿啊 天不早了 明天 咱们再开个小片 我好好的跟您 默道默道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